是不是這樣子 那我們 我們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我們生活在一起 真的假的 我們四周人最清楚 所以我們不能作假 不能表演 不能演戲 那我們先是把這些重點就是說 我們先開始 學習 開始知道 開始思想它 能用的時候用出來 不是說你每次都可以用 可是當你想到了 可以用的時候 你已經事先想好某一些事情 尤其有些問題已經存在很久了 你想怎麼解決它 然後我開始考慮這樣子 然後我找一個時間這樣做 是可以的 然後有的時候 這個我們叫做出奇至聖 因為你一向都是這樣 你就是發就是什麼 那你突然你跟他道歉 然後你開始說 我以前做的不對 我現在覺得怎麼怎麼樣 我要怎麼怎麼做 這樣子一來的時候 小孩反而會嚇一跳 然後他嚇一跳的時候 反而就是 我叫做出奇至聖 你反而就是很容易 他很容易敢 OK 那我覺得 父母跟兒女道歉 是我們非常難做的一件事 可是呢 我覺得那是最有效的管教方式 當你真的說 不是一天好就是道歉 當你真的知道 你的地方不對了 然後你誠心誠意 跟他道歉的時候 你看 你看 這個孩子 他真的就是說 他 他會被你感動 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家庭 這是我在電視上看到 電視有一個節目叫做 Nanny911 就是 有一個就是很很 那他專門就是 就家裡已經失掉控制 不曉得怎麼辦 這種家庭就找 就是打電話請這個來 這個Nanny就是他們家住一個禮拜 OK 然後第一天是觀察 第二天是教導 第三天他們開始實行 然後一個禮拜後 當然 播出來都是成功的例子 那這一次我看到一個就是 在家裡呢 有一個三胞胎 然後下面 第一對是雙胞胎 然後第二次 第二胎是三胞胎 五個男孩 那 那這五個 五個男孩 那結果呢 這五個男孩就是 天天就是互相 簡直他是吼的 那個那個那個 他是說 二十二年他做Nanny 二十二年 從來沒有這麼吵的一個家裡 但是大家都是吼的 那那個小孩子就打喔 踢喔 那個很狠 互相彼此之間 那個打都是很狠的 那 然後呢 這個 這個爸爸是 上班的 所以常常就是很少時間在家 那都是媽媽管 那媽媽怎麼管 媽媽管不動都是用吼的 那 結果這個 這個爸爸就是 他們沒有打 可是他們真的就是那種聲音 跟那種臉色就是一樣 就是用那種控制的 然後用大吼的 這個Nanny跟他講說 第一個 你們家就不能再有吼 大家互相尊重了 這爸爸說 這個Nanny完全不了解我們家 你不這樣做 你絕對控制不了 五個男孩你試試看 他就不肯 結果 結果呢 那媽媽先改了 所以媽媽那個在家的時候 這個就是第三天開始 就很乖了 那個孩子都會 因為他 Nanny進來就是他有 他不只是說 你們的就是怎麼樣 他還就是說 就開始他就規定了一些 規矩出來 然後每一個人都要有做一些什麼家事 好 那這些家事每一個人是怎麼做 然後他都有 就是說我們第一個 我們家裡不要的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要的是什麼東西 他就 不過他都是很簡單 幾個原則 一定要 就說Respect 就大家都要彼此互相尊重 那跟人家怎麼樣是尊重 他就這樣做 然後所以不能吼 沒有人對任何人 都要用好好的講的 不肯用吼的 所以呢 媽媽就先學了 好媽媽 結果媽媽就是其他的都好 就是其中有一個 那個雙胞胎的大的那一對 裡面有一個 就不知道怎麼老是 就是他也是故意的 他就知道媽媽要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種 那種權力型的那種小孩 好 那所以這個媽媽老是去跟他吼 結果後來呢 那個 他們的突破 媽媽跟這個兒子突破 就是那有一次 這個媽媽就跟他吼 然後媽媽就把他帶到一邊 抱著他 把他抱著他 跟他講說 就跟他道歉 就說我老是跟你吼 我真的是很抱歉 我真的很不願意跟你吼 我很愛你 可是呢 他說我們兩個 不曉得為什麼 我們兩個最多的問題 好 那我老是跟你吼 我真的 所以那個媽媽講的是真心話 所以他一面講他就一面流淚 OK 那他這個流淚呢 這個兒子 也跟著就流淚了 所以呢 就是 就等於說 母子兩個抱頭痛哭一場以後呢 這個關係 這個緊張化解掉了 所以 從那天開始 媽媽在家跟孩子們說 都很好 就是就開始都很好了 當然 這個Nanny在旁邊有幫忙 那所以就都滿好了 可是爸爸一回來 就開始用吼的 所以家裡又是一塌糊塗 亂七八糟 結果 這個 就跟爸爸講 好 那 這個爸爸就覺得說 你不吼是不可能的 五個男孩 樓上樓一下 噼噼噼噼一塌糊塗 他都是用吼的 結果 最後 終於說說 這個 那一天 他爸爸 就他們坐在一起的時候 就大家談 討論 現在情況是怎麼樣的時候 他爸爸就是 就對那個 裝模太太的另外一個男孩 就跟他講說 就跟他道歉 說對不起 我跟你吼 他就說 他就說 這是我不對 然後 然後 然後他看到那個 那個男孩 本來不曉得再 忘記他講什麼東西 結果爸爸跟他道歉 這男孩子本來就是一副 很玩 玩梗那個樣子 結果他爸爸跟他道歉 他就整個軟下來 然後就一直點頭 然後他爸爸講什麼 他爸爸說 我真的很抱歉 我不應該跟你吼 他就一直點頭 你可不可以原諒我 他就一直點頭 一直點頭 結果 這個爸爸 他很硬的 可是當他說出來 道歉 然後問他兒子 可不可以原諒他的時候 忽然這個 心軟了 他開始流淚 然後這個 他叫兒子乖 他們父子兩個抱頭痛哭 就從那一天以後 爸爸就說好 他兒子說對 他爸就說對不起 我不能跟你吼 兒子說對 No You scared me 就說我很怕 你吼這種話 他爸說對 我看到每一次我吼 你會跳 這樣跳一下 所以我很抱歉 所以後來就是剛剛我講的 我剛剛說兒子講什麼 我漏掉 現在想起來了 他就講這一段 他們這樣子一次以後 他爸爸就說我從來不知道 我這樣子吼 給孩子的影響是這樣 他們會怕 所以他就說我不管怎麼樣 我再也不用吼的了 這不用大聲的了 所以呢 就因為不吼 這個整個關係就改了 然後他們每一個人就自己 就說都變成很願意合作 很願那個 所以這個家 就是一個禮拜 當然我說是 這是神機騎士的做法 不過anyway 他一個禮拜 真的你就看到他這一個家 整個氣氛就改了 那當然囉 這種改是 一下子 因為大家 我就說我們大家都有這種期望 所以大家這樣做 大家都很願意 通心這樣做 可是會再掉回去 所以後續很重要 OK 那我們做一個什麼事情 一開始說大家 因為本來我們心理向想望 都是我們第一天講的 差不多的東西 所以大家會很願意 哇 看來 然後我們居然嘗到那個味道了 因為大家都合作以後 我們嘗到那個味道 大家好喜歡 就會大家都很喜歡 可是呢 沒有多久 就慢慢又掉回老的樣子 老的習性 因為你原來是這樣 是有原因的 所以那個原因 我們要慢慢把它除掉 對 請問一下 這個的話 這裡算是 孩子想要什麼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剛剛你那個 對話 哦 你 所以 所以小孩子 他 有有有有 孩子都有 孩子 第一個要注意力 好 他們要注意力 因為 孩子太多 所以沒有個別的注意力 OK 然後呢 這個父母用權威式的 所以他們 Either 有的是要那個權力 有的是要報復 因為受傷的 像最大的兩個雙胞胎就是受傷的 下面三個是小的嘛 所以比較好一點 那跟著一起起哄鬧 可是上面兩個大的 所以他們一個是 一個是要權力 一個是要報復 所以要權力 跟媽媽就起衝突 要報復 不對 要權力的那個 跟爸爸起衝突 要報復的跟媽媽起衝突 因為通常是媽媽在家裡 yeah 好 哇 我們的問題好 好那個 我要不 會被溫倒 哈哈 好 我們現在 OK 我現在 我們剛剛講了管教跟懲罰 我先拿一個case出來 那我問問看大家 我們要怎麼做 好 有一個小孩 我們今天當他是9歲好了 好 這個9歲小孩 好 家裡呢 早就已經分配好 誰每天該做什麼事 就有一點點責任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給孩子一些事情中 不說把他伺候太好 那個對他一點好處沒有 我們讓他在家裡做一點事 參與的時候 他有歸屬感 OK 另外一方面 他也培養出他的責任感 OK 所以這個東西對孩子是 就說是 老 整個家 父母跟孩子之間都是 我們叫win-win 洗褲子 這個是最好的 所以從孩子可以 處理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讓他做一些事情 讓他能力範圍之內的事情 讓他做一點 開始負擔一點 好 比如說小的小孩 我們可以說 你就把這個 幫媽媽把所有洗完澡 那個丟在地上的毛巾跟衣服 丟到一個籃子裡去 如果他 這個很小 他就可以開始做了 三歲 三歲就可以開始做了 好 那 好我們先就講這個 所以他 他九歲 他們早就已經訂好 要做什麼了 那可是這個女孩呢 她 她就是 禮拜五 她個禮拜五 她 要到一個好朋友家去 要去過夜 OK 那結果呢 她放學回家 她就 反正就在玩 就搞她的事情 該做的 她該做 禮拜五該做的那個 家事她沒有做 OK 那到六點半的時候呢 那媽媽並沒有就是去 去囉嗦她 OK 到六點半她跟媽媽說 我要走了 就提醒她媽媽說她要走了 要帶她去那個 她的朋友家 好 結果她媽媽就說 糟糕 我看你今天去不成了 為什麼 她媽媽說 欸 你今天要 應該是要拔草跟椒花的 你都沒有做啊 所以我看你今天去不成了 好了 這個小孩子一聽 因為她已經盼望了一個禮拜 還氣到就是又哭又鬧 然後就說 你沒有提醒我 你沒有告訴我 OK 就是指責 指責她的媽媽 OK 因為 這是小孩很會的 讓你覺得guilty 讓你覺得是你的責任 她不負 OK 她說 你又沒有提醒我 你沒有告訴我 而且她就說 你是答應我的 你答應我我可以去的 好 所以又哭又鬧 好 那 那 小孩會用這種方式叫你 就是覺得罪惡 有罪惡感啦 或者是 所以你會縮到那個殼裡面去 就 就允許她了 就讓步了 OK 好 那我們這時候我們要怎麼做 幫她一直去完成 不能讓她去 不能讓她去 要管教她 要管教 因為她的家裡工作 OK 她就需要把她的家裡的行為 好 好 好 你說 OK 她說不能讓你去 然後要她學到這個東西 好 你是說幫她一起做 她兩個人一起去完成 然後再從 就是 打到一標課道 然後她也不承認 答應孩子的事情 這個很有愛 好 這個做法很有愛 可是呢 有一點點我在考慮 因為她已經九歲了 好 這個事情是她可以做的事情 好 然後呢 她沒有負上她的責任 她沒有做 然後我去幫她做 這個給她的 給她的訊息是什麼 是不是真的幫了她 不是幫她做 是她媽媽和孩子 兩個人一起開業去管她 就是 是 我聽懂你講的了 我聽懂你講的 可是我是覺得說 本來是她一個人就可以做的 所以她是她的責任 OK 那今天她沒有做 然後她一哭鬧 好 我就幫她一起做 我給她的訊息是什麼 有沒有真的幫她 真的是很多愛 她會不會說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要我做 會 會 她會用各種各樣的方式 就是要你覺得guilty 要你覺得是 要你覺得你太專制 你這個太不講道理的媽媽 就是叫你覺得是你的錯 她會 小孩子好聰明 她一定會 所以我們怎麼辦 分辨好的工作 對 早就講好的 Routine的 早就講好的 對 但是孩子常常就是 在她想要去玩的時候 她能跟你講說 我可不可以回來再做 OK 那你怎麼辦 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這是我們最常碰到很好的例子 怎麼辦 你怎麼做 好 是不是還是說 先做完再去 還是可以去 但是你先把你該做的負責任 你做完我還是可以去啊 對 但是就是你會晚一點去 這是你的 就是你會晚一點去 因為這是你的 你不能按著你的計畫去 因為 但是你還是要做的是做完 我還是願意送你去 這是比較晚一點 OK 所以你玩的時間就簡短了 OK 好 好 大家同不同意 這是一個做法 好 那這是懲罰呢 還是邏輯性的一種 一種管教 邏輯性後果的管教 這是 邏輯性後果 你看 可是我也知道過 是專輯的看電影 他沒有習慣 其實他就是必須要去看電影了 你假如兩姐他三四個朋友都在等他 是別人給他right的 有時候就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嗎 有沒有辦法 如果真的是管教的話怎麼辦 因為這種情形 出現一次以後 每一次都是這樣子緊急狀況 我留給他完 那回來自己洗 你給他完自己洗 OK 這是一個辦法 就是不幫他洗 但是回來洗 我的意思是說不是幫他洗 那這樣子你覺得可以嗎 他回來可能會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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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一定有洗 可是他還是會洗 在這裡 怎麼講呢 怎麼講 對啊 不一定啊 我兒子有時候我就會跟他講說 可以我讓你先去 但是你Promise回來會洗嗎 然後他就說他一定會 那我就在說 那你Promise 下一次你要不要提早洗 他說那我也會 因為他現在就想去了 你跟他說什麼 他都說會啊 對不對 那我就讓他去啦 OK 那回來以後他也真的洗啦 那下次呢 那下次到了以後 他就真的提早洗 那就好了 那就好了 我是覺得看你怎麼講啊 你如果給孩子一個 說你也答應了解他的需要 那回來以後你也提醒他說你是該洗 當然你也可以不提醒他 對不對 那我就不一定把孩子弄得說 好像就是說 不行你就是照這是家裡的規矩 你都會得這樣做 我是覺得說他將來以後 也是這樣去限制人家 OK 那個一代一代這樣一直傳下去 就是都會去要求 因為那種情況 我們了解他就真的在這種時候 已經那個chemical不對了嘛 他就是現在想出去了嘛 那個chemical已經不對了嘛 你達到了他給你洗 他也是洗得很不甘願 可是他也許有一天有機會 他可能就爆發出來 反正你就叫我做這些事 我就是不想做嘛 OK 好 他提到了一個東西 提到一個重點 我們剛剛沒有談到的 就是說每一個孩子個性不一樣 OK 那你對這個孩子是最了解的 所以沒有一個程式 我們就是一個方程式 套每一個孩子都是一樣用 沒有 可是我們看哪一個 對我們的孩子最能夠產生功效 功效 功效是什麼 他會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他長期長遠計畫裡面來講 他是一個合作的 是一個積極的 是一個正面的 是一個能夠跟人合作的一個人 這是我們對他終極的目標 那這個目標不能改 可是 因為每個孩子不一樣 你信不信你們家兩個三個孩子 每個孩子都不一樣 那可是這個時候就有出問題 就是什麼 因為你哥哥就可以 為什麼我就不可以 會有這種問題出來 所以呢 在多的 比較多的小孩的時候 那是另外一個考量 不過呢 像你剛剛提到了 就是說每一個孩子個性不同 有的孩子就是不行 不行就是不行 你一定要做完才能走 因為他會賴皮 這個孩子已經轉了 已經是狡詐 就是只要混過你就好了 那這種孩子就是不行 OK 那有的孩子就說 哇真的是一次忘記什麼 我就不必要給他hard time 因為這樣的話 他也不高興我高興他就洗碗 然後劈里啪給你 五個碗給你摔碎四個 他洗了一個他就洗好了 那報復 你知道 那這種的話 這個也不是一個 我們所期望的後果 因為對他沒有好處 OK 所以我們看孩子 沒有說 很難就說有一個東西 是一個放諸四海接準的方程式 很難 因為我們人都不一樣 對 那問題就在 就是那種比較狡猾的孩子 他如果說正好時間到了 你不讓他去 他跟農學都約好了 那你就會 中間就會有一個很大的爭執 我覺得問題就在 你說好帶的孩子 那還沒有問題 那就是問題就是 就是在不好帶的孩子 對 那這種權力的 權力的那種爭執怎麼辦 OK 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翻過去看那個表好不好 如果 如果他一定會跟你爭執 我們怎麼做 我們可以積極的跟消極的 我們怎麼做法 我到哪去了 又找不到 OK 我們剛剛講到這種孩子 如果孩子是要權力或者是要自保抱負的孩子的話 OK 我們父母可以怎麼做 正面負面 我們如果他是要權力 我們正面給他一些責任繼續不斷 這個跟這個沒有關係 那負面的做法 因為他已經開始吵 已經開始跟你變 已經開始跟你 要你就指責你 讓你覺得罪惡感的時候 你可以自己 將自己由爭執中移開 冷靜下來的時候再去談 那不要跟他爭 一定不要跟他吵 OK 一定不要跟他有這種爭執 好 可是你也不放棄 你的原則 你的那個不能放棄 OK 那如果是那個屬於報復型的話 你看他已經吵起來的話 一樣從裡面退出來 從從從從退出來 然後拒絕被傷害 OK 那可是我們也絕對不以惡報惡 OK 那怎麼做 你說好 這是原則 那怎麼個做法 OK 做法上我們可以就是說 好 我知道你很生氣 我知道你很不高興 OK 我們就先接受他的感覺 那要是我是你 我也會很不高興 我覺得可是呢 這是誰造成的 我當初我答應你去 我今天會故意說我答應你去 就不讓你去嗎 OK 那所以就說 那中間缺了什麼 為什麼會變了 OK 那是你沒有按時做好 那我回來再做啊 什麼什麼 OK 你要回來再做可以 那可是下次呢 像他剛剛講的 你會不會再這樣呢 好 我們用這種的 就是說 用一個就是說 不跟他爭 可是等我自己來 因為他那個時候 他一定會把你講到 叫說你 你很氣 他很會用那種方式 那種講話 刺激你到你 真的很傷心 很生氣的地步 OK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就說 OK好 那個時候不要跟他爭 不要跟他吵 然後等到我安靜一下 我回來跟他講 然後他那個時候 可能就是還不要理你摔東西 摔門 把你鎖在門外 或什麼之類 然後都是你害的 我以後都沒有朋友 什麼他會用這 所有的這個東西 讓你覺得有罪惡感 讓你覺得是你的責任 讓你覺得是你錯 OK 所以我們這個錯是誰錯呢 是他錯 因為他沒有負責任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告訴他 OK 有時候我認為有時候就是說 怎麼樣判斷你對孩子的管教會 有時候我想父母在平時觀察兒女的時候 就要注意到 特別是那個 假如說這是Routine的工作的話 你從平常孩子的作為裡面 你應該就可以觀察這個孩子平時 是不是有負責任 那麼他今天突然間夫事的話 我想你應該原諒他一次 是不是故意的 在對於兒女怎麼管教跟那個 還有那個 是你要管教還是要懲罰 平時父母觀察兒女本身 就要負一點責任 OK 好 謝謝 對 很好 很好的建議 是 我們平常我們就可以知道 不過我想剛剛林甄提了說 這個他已經知道是屬於鬼詐型的 已經知道是會這樣賴皮的 所以問了這個問題 好 好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當然跟他像你剛剛講的 是一個平常其實是蠻負責任 就是一下子忘記或是太興奮 那個當然那個就是有很多的空間 那這個東西就不能給他空間 因為他會一直推 這種就是說你給他一吋 他就給你推到一尺 好 到一直 因為他的目的在那裡嘛 他的目的就是他要做老闆 要你聽他的 他只聽他自己的他不聽你的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這個空間就不能給他了 如果是青少年的話 青少年他正好在那個階段 他想要有一個自主 或者他想要做他自己 他想要有 purpose的這種 這種發生的情況 可以 如果他能夠負起責任來 我們巴不得他能夠自主自立 問題就是說他要所有的權利 我們今天青少年很多問題在這裡 他要所有的權利 所有的特權 可是他不負任何責任 對 那這個就不可以 因為對他的長成的 你知道到這邊在家裡 我們可以包容他以後呢 然後你看到他 將來他自己的婚姻呢 他自己的那個家庭呢 一定有很多很多問題 就是說我們 我就說我們把他放到一個標準上 叫他將來吃苦受罪 很慘這一生 這個不是我們要 那你如果能夠 就是說我們下面溝通裡面 我們會談到 尤其跟青少年溝通裡面 好 讓他 他也許不會當場接受 可是 幾次下來我們 consistent 我們一直是一致性的 是這樣子的話 他會了解 他會明白 而且後來他會謝謝你 因為孩子大到18歲以後 他 一下轉過來 忽然好像醒過來 明白過來了 他會回來謝謝你 那有的就是 像我的一個外甥女兒 他回來就一直怪他媽 他說你那時候 為什麼不逼我上中文 要去多學一點中文 現在他就長大了 他就覺得這個 他中文不好 中文不夠 他就回來 就反而怪他媽 你為什麼 為什麼不逼我 有的時候他們就說 他們到大了 他們反而他們懂了 那這幾年 在青少年這幾年 真的 不是很容易 尤其已經 就是說已經 前面已經有一些 那個存在的話 有一些問題存在的話 青少年階段 每一家都很不容易 就是沒有問題都會不容易 不要說有問題了 好 好 那我們再補充一點點東西 我現在不曉得 我那一張放哪裡去了 就是我們大家都有的 就是那個 就是你的出生次序 不同的出生次序 你不同的教法 就是你的出生次序 不同的出生次序 你不同的教法 我都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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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為我們剛剛說 每一個孩子 就是一家裡面幾個孩子 每一個孩子都不一樣 那如果 我們如果能夠注意到這個 他的排行是怎麼樣 所以 可能他缺的是什麼 他需要什麼 我們按照這個來的話 也許 有的地方 有的時候就會有一點幫助 就會有幫助了 好 如果說 像我們這邊說 這個 這個 老大 OK 那我們就 不要逼他太厲害 非要他一定要怎麼樣 OK 就是說 比如說 我要他拿什麼 4.0 還不夠要拿5.0的成績 好 那什麼 不需要這樣子逼他 因為他自己 通常老大已經很負責任了 他會做到他的最好 OK 好 然後我們強調 鼓勵 參與的樂趣 而不是一定要贏 因為他們都比較competitive 比較 老大都是一定要贏的 因為他都是比較 覺得自己是 最好的 最棒的 然後是這個的 超人一等的 所以呢 我們要鼓勵 就是 那個參加 就是享受 就是享受 享受中間的樂趣 大家一起的那種樂趣 參與的那種樂趣 而不是說一定要贏 才好 才高興 好 然後 也要教導他 沒有 不要怕錯 也不用不承認錯 OK 錯是一個 學習的機會 因為我們全部人通通都要改這個觀念 我們都很怕錯 其實錯 是一個好機會 因為沒有這個錯 你不會學 你就是對的嘛 你就不用再學了嘛 所以錯是一個學的機會 OK 所以我們要 尤其對老大 我們就常常告訴他 這個錯誤是一個學習的機會 你從中間學了什麼 所以你又比昨天更好了 OK 好 然後呢 如果失敗 我們也要安慰他 然後鼓勵他 告訴他 這個時候怎麼樣來對待自己 好好的對待自己 善待自己 OK 這是對老大需要的 因為老大 比較 就是怎麼講 他就是 他比較不能夠承受失敗 他一定要是最好 OK 所以這個對他還是很難 OK 好 如果是獨生的 OK 因為他是一個人 他 我就覺得獨生的小孩 就比較吃虧 我們常覺得 哦 獨生的小孩就比較自私啦 什麼就是 就是都是只管自己的啦 什麼什麼啦 那 其實是因為他 他根本沒有機會去學 怎麼樣跟人家分享 他根本沒有這個機會 我們什麼 家裡就他一個小人嘛 所以什麼東西都是他的 小的東西都是他的 那 所以這個 這個 他根本沒有機會去學 而且就是理所當然 好 他失掉這個機會 所以呢 我們就要 提供他一些機會 就常常 讓他跟別的小孩一起玩 請別的小孩到家裡來 好 那甚至於就是過夜 讓別的小孩來家裡過夜 OK 然後呢 他只要能夠去 開始 我們就開始 讓他去學校 去學校 他不見得真的是 正尼巴金的 給他上那麼 一整天的學 OK 每天一個小時兩個小時也好 就是跟別的小孩接觸 好 有一點點這種叫 sharing time 就是有一點跟人相處的這種機會 跟學習 OK 這是對讀生的 好 那如果對 是老二 OK 那 因為老二老師要跟老大比 他自己要比 OK 所以我們要常常要提醒他 他的特殊的地方 他不需要比 你是你 你就是你特殊的地方 OK 然後我們自己要很 要不要 千萬不要把他拿他來 跟哥哥或是姐姐來比 不要比 因為小孩子的時候 差一歲差很多 能力上啦 認知上啦 學習上 都差很多 他那個手寫字 就會差很多 OK 所以這個不要比 避免來比 然後 如果 他跟哥哥有什麼 或是跟姐姐什麼 有了衝突 我們不要去參與 我們就把他們做法官進來 OK 是什麼誰對誰錯 什麼什麼 No 讓他們自己去解決 OK 我覺得我現在 我這個年齡 我的朋友 我的同學之間的 孩子們都長成了 我發現 那個兄弟姐妹感情好的 通常媽媽不大參與他們中間的 就是父母不大參與他們中間的衝突 他們自己有衝突 他們自己解決 結果他們最後長大的感情 反而比較好 如果媽媽或什麼介入的話 他們反而 你知道 因為媽媽的介入 有偏心啦 有不公平啦 什麼東西啦 他們那個嫌隙一直都在 反而不好 OK 所以 對他們 小孩子實際的衝突 只要沒有什麼 重傷害的可能性的話 我們 讓他們自己解決 OK 好 夾心餅乾 讓他有 我們一定要跟他有單獨相處的時間 因為他們覺得自己不被重視 OK 所以我們要特別安排一個時間 跟他們在一起 跟他 有個約會 今天就是單獨 就只有他 跟媽媽 或者只有他跟爸爸 或者只有他跟爸媽媽兩個人 去做一件事情 去幹什麼 就是 只邀請他 就是單獨的時間 好 然後呢 在全家的功能上 要有他的位置 要強調他的貢獻 OK 然後 我們也要問問他的意見跟想法 因為有的時候聲音大的 通常是老大跟老妖 去哪裡 啊 我要去什麼 Yosemite 就已經決定了 他們中間根本還沒講話 還沒想呢 所以要問問他 他的意見 好 然後 老妖 老妖呢 就是大家都太寵了 什麼都幫他做了 OK 所以他自己能做的事情 不要幫他做 OK 如果 有衝突 因為我們都是最小的 我們覺得最小的 我們總是怎麼說 這個大的會欺負他 所以我們老是去救他 不要去救他 讓他自己 讓他自己去解決 OK 然後不要老是稱他是 什麼寶貝啊 什麼什麼 就把他稱成就是一個小孩 很小小孩的名字 因為他真的長不大這樣 然後什麼事情鼓勵他 自己來 你會 你長大了 你會自己來 那這個是 我們試試看 我們在我們家裡 如果孩子還 不是那麼大 然後有這種 這種次序上的這個 有這種 就多過一個小孩的話 我們試試看 用不同的方式看看 會不會 就是跟他們的關係 會更好 謝謝 他們 他們自己 就是孩子會更快樂一些 會更合作一些 謝謝 那這個我們 下面我們要來談 溝通了 一講到溝通 我們有個觀念不是很正確 我們以為溝通都是一個很嚴肅的事情 都要在出了事情 有了爭執 或是什麼時候 我們才來溝通 OK 其實 不是這樣 那溝通是應該是什麼呢 應該是 我們平常我們生活在一起 我們互相的一種 怎麼樣 一種聯絡 互相的一種 一種互動的關係 就是溝通 我們隨時隨地都在溝通 OK 好 那 這個 我來先 我們先從一個故事開始 好 我們先從一個故事 我們再講一個警察的故事 我去年講了一個警察的故事 我今年換一換湯 沒有換藥 我換一換 還是講警察的故事 有一天 你開車 哎呀 這前面有一個亂七八糟在修路 那個交通一塌糊塗 你好不容易 20分鐘以後 你過了那一塊 亂七八糟的地方 下來了 你剛剛下來開順了以後 忽然你就看到後面一個警車來了 好 亮了燈 嗚嗚嗚嗚嗚 好了 你就停下來了 這下 開始心跳加速 呼吸短促 手心出汗 這個舌頭發乾 糟糕了 怎麼一回事 到底怎麼錯了 這個警察就來了 警察進來就說 欸 我看看你的駕駛執照 你就給他看 然後你也不知道 到底出了什麼事 這警察就告訴你了 他就說啊 他說 我最喜歡看到一些 也好就是這個優良駕駛 好 他說這個 他說你看 你剛剛從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 那種交通擁擠混亂的那個地方 你的開車方式啊 又禮讓 好 又有耐性 好 沒有那不像大部分那種橫衝直撞 他說你看你 所以你這種 如果說每一個人都像你這種開車的話 修路什麼都不會是問題 都會好好的 都順順的 你知道 他就說 所以呢 我今天這樣停下來 我讓你停車停下來 我只是想跟你道一個謝 我謝謝你 這麼樣子 就是這樣子的開車方式 好我問你現在感覺是怎麼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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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開車的時候 你真的不會亂衝亂撞 對 比較會這樣 對不對 好 我現在要講的就是 這個叫做鼓勵 好 我們對孩子 你說不要說我們咯 我們都這麼大咯 我們都會受這個影響的話 我們對孩子 OK 鼓勵 對孩子啊 就像水 對草一樣 水對植物一樣 OK 你不能缺 一定不能缺 有水 它長得真的是好好 好 那沒水它就 我不知道 我這一個暑假跟我女兒在家沒事 我們兩個在弄花園 種菜 真的 兩天不澆水那個葉子通過捲起來了 你要澆水 那個長得之旺 什麼東西都長得好旺 OK 好 所以呢 孩子們需要鼓勵啊 就像植物需要水一樣 OK 我們怎麼 怎麼樣 我們在跟它溝通裡面 我們怎麼樣能夠 鼓勵它 好 那我們中間 我們會講到 OK 我們 好 我們一點點來好了 OK 我們怎麼鼓勵它 好 第一個 我們要表達我們對它的信心 OK 我們對它有信心 這個我們要表達給它看 怎麼表達呢 第一個我們要給它一些責任 我們剛剛講的一些職責或什麼 那孩子有時候 我們從它想要的事情上 而不是我規定它的事情上 它想要 譬如說它想要養狗狗 它要養一條狗 OK 好 那你看著孩子的年齡 你看它能做什麼 那你養狗的話 不行啊 這個狗狗很臭啊 狗狗會掉毛啊 狗狗每天都要吃飯喝水啊 那狗狗還有便便要清掉啊 那還要洗澡啊 好多好多事 媽媽沒有時間 我沒有辦法做怎麼辦 我知道你很想養狗 那怎麼辦 我可以 你可以做什麼 那狗狗洗澡不是那麼容易 你不能給狗狗洗澡 那你可以做什麼 我們就這樣看 所以它可以什麼呢 它可以帶狗狗走路 maybe OK 它可以給它每天換清水 每天餵狗狗吃飯 好 看它的年齡能做什麼 給它一些責任 OK 給它一些照顧的責任 這是第一 那就我給它 我讓它 我允許它的時候 事實上我就告訴它說 我相信你可以 OK 就給它一些表達 我就能夠表達我對它的一個信心 OK 或者是說一個孩子 其實它已經長 比如說它小的時候 五歲六歲七歲八歲 它是八點半就要睡覺的 好 那可是它每天早上 早上都自己起來 其實很好 那我就跟它講說 欸 你每天都會按時起床 自己起來 很棒喔 所以呢 因為你這麼好 以後你可以晚三十分鐘睡覺 你可以九點鐘在睡覺 那對它來說 嗚 是贏來的 那是它贏來的 所以它會很高興 OK 好 那這是 這是第一個 就是我們想辦法給它一些責任 好 那給它責任的同時 我給它的訊息是說 我知道你可以 千萬不要給它它做不到的東西 OK 它做得到的東西 好 那做不到的東西不要給它 它做不到的責任 它沒辦法承擔的 我們不要給它 因為那個給它負面的信息 它會覺得自己很差不行 好 那第二個呢 我們要問它的意見 我們常常問它意見 比如說 我們如果說我們家裡想去玩 好 然後我們當然看年紀了 我們有幾個點 然後問它說 欸 你覺得哪一個好 你想去哪一個 問它的意見 OK 或者是說 我們要去哪裡 那我們怎麼走 路線的安排 OK 看孩子大小 OK 我們可以問它 然後那個小孩呢 你知道今天這個E世代 他們這些E東西都比我們強 對不對 所以我就問他 這個iPad怎麼用 OK 這個Wii怎麼玩 所以這些東西 我們都可以問他們 他們真的比我們懂 這個可以問他 讓他請教 OK 有的時候那些孩子 有一些壞的行為 有的時候很亂很髒 那個房間裡啊 一大糊塗 然後我要是照原來的那個的話 我進去就開始開罵 那可是如果我今天說 OK 我如果我想一想 我今天我要用 我要鼓勵這個孩子 好 我要這個建立他 建立他的信心的話 我要怎麼做 OK 我可以怎麼講 我們不用罵的 我們可以怎麼講 他房間很亂 亂得一塌糊塗 我們可以怎麼說 你房間這麼亂 你認為有什麼方法 可以整理一下 OK 好 很好很好 還有沒有 然後力激盪 多想一些 所以我們以後多一點選擇 不然每一次都替同意見 同一句話 還有沒有 你今天可能可以把 一個手提下 請小朋友來 OK 好 哇 還有一個promise 可以請小朋友來太好了 引誘他 引誘他 OK 利誘 好 我覺得我們可以朝這個方向走 好 我們可以多想一想 房間好像很亂喔 你的房間很亂喔 你想你要怎麼做 OK 你可以怎麼辦 你可以怎麼幫忙 等等之類 好 第三個我們建立他信心的方法 就是說 我們不要那麼快就去救他 我們避免去援救他 OK 你不救他 有時候是你對他表達你對他的信心 因為你相信他可以 不需要救 譬如說 他 小孩子寄鞋帶 怎麼寄 寄不起來 他氣得要他放棄他 不要他哭了 那 你可以說說 欸 你再試試看 你剛剛都差不多差一點點 我覺得你會做到 我覺得你會 你再試試看 不許馬上他一哭 好 我幫你寄 我們常常就是這樣子 好 不要 就是 就是 鼓勵他 然後不去救他 然後再試試 然後呢 有時候你可以在旁邊示範 他們小時候 他們 我記得好像是幼稚園 都有教一個鴿 什麼什麼什麼 一個翅膀 兩個翅膀 什麼一個蝴蝶 什麼一轉彎 什麼上下什麼圈 我忘了他怎麼講 反正他們有個鴿 所以你就照著那個鴿 跟他一起做 拿在旁邊拿一個 拿一個繩子這樣跟他一起做 一步一步來慢慢的 然後等到他把這個記好了以後 他會的 他成功了 他那個的 所以他的 他就會對自己更有信心 OK 好 這是第一個 我們要表達我們對他的信心 第二個呢 我們要建立他的長處 我們要發現這還有優點在哪裡 然後我們要建立他 建立他的長處 OK 第一個我們要指出他做的好的地方 我們一定要把他指出來 表示我看到了 OK 像什麼呢 他就說 我帶你出來吃飯 我真高興 你這麼 就是說你這麼有禮貌 你一點都沒有吵 太好了 我下次再帶你出來 OK 這是 我們把他指出他做好的地方 OK 然後呢 我們說 謝謝你洗碗 你看你洗的碗排得那麼整齊 他不一定洗得乾淨 可是如果他排得很整齊 或者他洗得很乾淨 不要漏了 要告訴他 OK 然後呢 我們也可以講說 他的好處就是他很體貼 我們就說 我們謝謝你 媽媽真的很謝謝你 剛剛親手親腳 所以我睡了一覺 你讓我休息了一下 你真的是好體貼 OK 你真是懂事 好 這樣子跟他講 然後 然後有的時候我們就說 哎呦 你真的是會幫忙 你看 你幫我 你幫我們把這話也弄得好好喔 OK 你看花花草草都在謝謝你 你看他們開得這麼漂亮 長得那麼好 他們都在謝謝你喔 我們跟孩子們講話 OK 那在他長途地方 要指出 第一個指出他做得好的地方 第二個呢 他即使做得不大好 我肯定他的優點 他在不好的裡面 我找好的地方來講 OK 如果呢 如果我這個時候 他做得不大好 我就是 著重在他的缺點上的時候呢 好 我 其實我是在鼓勵他不合作 鼓勵他放棄 鼓勵他不要做 OK 所以我們放在他優點上 OK 那我們當我們放在他優點上 我們指出他的優點 他做得不好的事情上 我們找出他的優點出來的時候呢 這個孩子會變得很可愛 因為我們老是看到他的缺點的時候 這個孩子真的是很不可愛 那我們就會越來越不喜歡他 是愛他 可是不喜歡他 OK 所以我們在 可是如果我們在他所有的 在這個孩子身上 我們真的是 像神在我們身上一樣 好 找優點 然後我們就會覺得這個孩子越來越可愛 OK 那孩子越來越可愛呢 因為他從你眼裡看到的他是一個可愛的孩子 是一個值得的孩子 所以他會覺得你愛他 而且他就會很願意跟你合作 OK 那孩子感覺你愛不愛他 真正是從 他是從你眼裡看到他自己是什麼樣子 就是你眼裡你怎麼看他的 是他感覺到你對他的感覺是什麼 愛還是不愛 OK 所以當他從你眼裡看到他是正面的時候 他忽然覺得說 所以媽媽愛我是有原因的囉 因為我這個好那個好這個好 就是我值得被愛 所以他就有被愛的感覺 然後他就會很願意合作 OK 好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呢 我們把 找眼把注意力放在他進步的地方 不是在他完美的表現上 OK 他進步的地方 OK 不是在他 不是在他 不是說我們不是把找眼把他做好了 做得很很完美 我們才 才 才 才說他 OK 我們在進步上面 所以呢 也就是說我們把他 我們做著重在他的努力上 而不是在那個結果上 OK 好 我們就可以這樣說說 欸 欸 是 對對對 對對對 那怎麼做呢 那這是一團mess怎麼辦呢 你幫他收 一起做 一起做 OK 有沒有別人有什麼想法 他就說跟孩子做了一個蛋糕 蛋糕做得不錯 可是把那個整個廚房搞了一團mess 怎麼辦 搞得一個一塌糊塗 這怎麼辦 然後 之後就說 就是 因為我從前就是這樣子啊 我就做好多好吃的啊 然後我爸媽就很聰明 結果我奶奶就在旁邊一直講 說 我把廚房搞亂七八糟 只要他就一直講我一直講我 然後我就說 那你就不要吃了喔 你罰他 因為我 因為我們家就是比較 對 我從前沒有 沒有 就是一個很乖的孩子 然後我說 那我奶奶你不要吃 那我以後做就 你就不要吃好了 然後奶奶就說 怎麼可以呢 我一定要吃 我說那你就吃囉 等一下我自己收就好啦 然後 然後 之後我就一個人收 我也沒有覺得怎樣 因為我本來就打算先給他們吃 吃完之後 碗盤就一起收 OK 好 那你是很乖嗎 那萬一小孩不乖呢 他只要做蛋糕 只要吃蛋糕 他不要收 那個洗洗收都太麻煩了 那怎麼辦呢 要 你是不是會做蛋糟嗎 那我想你DP我還會收 高招 OK 還有沒有 你看 我們這樣腦力激盪出來 好多好東西出來了 因為你要想到 將來如果是我們在教會裡 真的什麼樣的情況都有 而且 如果你開個課 什麼樣問題都會有的 所以 我們聽到越多 知道越多 我們這個 這個怎麼講 這個寶貝 這個treasure check 這種百寶箱裡面 越多東西可以拿出來分 古一他說 如果你是做得很辛苦 是不是等一下 需要我幫忙嗎 你可以收拾嗎 啊 不著編輯 不著痕跡的提醒 很好 很好 OK 好 那 好 譬如說我們說 如果我們在 找演在他進步的地方 他不是 不要到完美 OK 我們看 就是看他的努力 不是看那個結果 所以我們可以想 哪些東西可以想 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可以說 我發現你讀 你的閱讀越來越好咧 我都聽得出來耶 OK 他這孩子可能是 不會很 不會很會讀的 可是如果我們這樣鼓勵他 他開始有信心 他開始不會看 試閱讀為未圖 他會願意多試試 OK 好 那我就說 這件事情他 也許他沒有做成 我就跟他講說 可是我看你 真正很用心在試了耶 你真的很用心的試過了 試了 OK 又很努力了 試了 OK 好 我可以看到你的努力 好 那這種東西呢 這個進步 我們這種講法 我們著重在他的努力 在他的進步上面 是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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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們一來可試 就是到了那個結果 那個就整個都錯了 所以我們是一點一點的來 那我們 我們 這個誇獎呢 就要非常的怎麼講 非常的實際 而且也非常的 就說 precise 就是很精準的 我們來誇他 要把事實講出來 我們不能開一個 一個很大的 很模糊不清的 一個東西來講 那個講法 反而會嚇到他 因為 比如說你說 你是個good boy 一個good girl 或者說 你好棒喔 你最棒 所以這個孩子聽到說 他沒有被鼓勵到 他反而 他開始很緊張 他說 哎呦 不知道什麼時候我就會變成 bad boy bad girl 什麼時候我就不棒了 因為你這個是很籠統很大的 他不知道他到底什麼東西有這麼棒 為什麼他是個good boy 或是good girl 他不知道 那 所以我們要講的時候 要很精準 好 什麼事情我看到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你怎麼樣 不是很廣泛的 好 所以呢 這個東西我們就講到下面一點 就是說這個東西 如果我們是這樣講的話 我們是貼了標籤 你說你好棒喔 你什麼 我們給他貼了標籤 標籤不只是壞的 就是正面的標籤都不要貼 OK 你 你真是乖寶寶 什麼這種東西 好 就是說沒有一個實際的東西來配合的話 不要這樣講 因為這是很空 給孩子就說 我們突然把它丟上去 所以他知道他會掉下來的 他怕的不得了 會摔成什麼樣 他不知道 所以不能要這樣子說 要說的話呢 我們要說得很實在 OK 所以我們要著眼的是在他的行動上 而不是在他的結果上 OK 因為 因為 不是在他的 尤其不是在他的個性上 因為不管 好 是什麼樣的個性 OK 他都有很大 他這個 每一個人對自己的這些 都有很大的控制能力 所以我們要 延伸他一些控制的能力 控制他一些 就是說 一些衝動 小孩子很多時候很衝動 這些的能力 我們要就是怎麼講 延展他 所以呢 我們要 我們誇的時候要 誇到一定的地方 不要給他貼標籤 好 第三點我們要 我們要寶貝這個孩子 要讓他知道 就是說要很 很珍視他 很珍 寶貝他 很珍視他 讓他知道 OK 因為呢 他的價值啊 孩子們的自我價值 self worth 他的自我價值 是建立在被接納的上面 OK 而不是說他的價值 我們都以為說 孩子如果他好 他成功 他一定會覺得他自己很強 錯了 那個不是他 他的自我價值 他不是建立在他的好壞 或是成功 或是失敗上面 他是建立在他的被接納上面 OK 所以我們能夠 我們要能夠把孩子他的 這個孩子的價值 跟這個他的成敗 我們把他分開來 一定要分開來 好 然後我們要重視他的特性 OK 好 我們怎麼分開他的價值 跟他的成功或是失敗 跟他的結果呢 跟他做事情的結果呢 我們讓他跟他自己比 然後一直指出他的進步來 OK 比如說我們可以怎麼講呢 他說 他說 我看到你很喜歡學 我真的是很高興 你這孩子真好 你真的是一個很想學的孩子 我真的很高興 這是一個 那這個是他 他願意學的心是一個價值 而不是說他有多好的成果 OK 那他考的成績考的很好 他說 哎呀成績好真是不錯 尤其啊 你花那麼大功夫 那麼用功 以後得的 好 真好 OK 我們不是說 不錯嘛 都拿A 你很棒嘛 這個就錯了 OK 我們說 在你那麼用功努力 以後你拿成績 這真不錯 你的成績真不錯 尤其你的努力 就是他的付出 OK 好 然後我們還可以講說 哇 你做這個報告 或是你做這個project 你做 你真的好認真耶 你真的是很認真在做這件事情 OK 然後我們常常跟他講說 只要你盡力 比贏更重要 OK 因為這個其實是聖經教我們的嘛 一千兩 兩千兩 五千兩 你只要盡力 就是良善中心 OK 那 所以這個 這個 我們就是 我們從小就培養他這個 只要盡力 比你贏更重要 OK 有時候他輸了 我們可以跟他 哎呀 輸是輸了 你輸了可是不代表你是一個loser OK 不是你 你不是就是 因為輸了這次 你就是一個失敗的人 不是的 OK 我們也常常要 也要常常告訴他 我愛你 多過於什麼什麼 比如說你的成績啦 你的成就啦 或是你的什麼什麼 你的第一名或什麼之類 要多過於哪一個 我們這個也要告訴他 OK 好 我們第二點呢 在真實孩子裡面的第二點 我們要把價值跟錯誤 他做的錯 他做錯的地方 我們把它分開來 怎麼個分法 我們可以這樣說 OK 你畫牆壁 這是不對的 可是不是 你不是一個壞小孩 可是你畫牆壁這件事情是錯的 不對的 分開來 OK 好 或者是說 我現在 我生你的氣 可是不代表我不喜歡你 OK 那我只是不喜歡你做的事 你做這件事情 我很不喜歡 我不贊成 所以我生氣了 可是我不是不喜歡你 這個要告訴他 因為他不知道 孩子們一看你的臉色 一氣他 他會覺得 媽媽不喜歡我 或是爸爸不喜歡我 OK 那我們跟他講 不是我不喜歡你 是我不喜歡你做的事 把它分開 OK 有的時候我也告訴他說 OK 所以牆壁不是給你畫畫的 紙才是給你畫畫的 我也告訴他 就是跟長子講一樣 你犯了錯 是給你一個學習的機會 你學習 在這個錯誤裡面 你學了什麼 你怎麼樣去改正它 OK 那 不是用來怪罪的 不是 就是他們有時候錯了會怪 都是你怎麼樣 都是怎麼樣 都是怪別人 不是用來怪人家的 是來學的 OK 好 好 那這是 我們把價值跟他的錯誤 把它分開來 所以 我們這個孩子 永遠 在我們眼裡 是珍貴的 是好的 OK 就像我們在神眼裡 永遠是好的 你算犯了 不管你犯了什麼樣的罪 什麼樣的錯 你在神的眼裡 永遠是珍貴 永遠是好的 這個是愛 OK 好 第三個 在真實孩子裡面 第三個裡面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欣賞重視他的獨特性 OK 每一個人都是非常不一樣 都是很獨特的 OK 所以我們要能夠欣賞他的獨特性 有時候就很簡單的說 哎呀 你穿黃色的真好看 不是所有人穿黃色都好看 OK 我們就跟他講 你穿黃色可真好看 OK 然後呢 我們可以跟他講他的獨特性 我遠遠看那個人走路的樣子 我就知道是你 老遠老遠我就知道是你 因為你走路 那是你走路的樣子 OK 所以他非常跟人家不一樣 OK 你從他走路的樣子看起來就是他 好 他說 你跟他說全世界啊 只有一個人像你是 是你這個樣子的 然後 你說媽媽好幸運喔 因為你是我的兒子 或是你是我的女兒 因為真的是 那個我們就說獨特性 好 只有一個是像他這樣的嘛 然後我告訴他說 我 我覺得他是我的 跟我有關係的人 就是我的兒子或是我女兒 我覺得很榮幸 所以給他的感覺是非常正面 OK 然後還有呢 我們可以跟他講說 你知不知道 你真的是一個 很整齊的小孩耶 你看你的房間 OK 你真的我們可以跟他講 他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很多的就是告訴他 他的獨特性在哪裡 然後當然要常常告訴他 你愛他 你喜歡他 OK 常常跟他講 這個孩子 你教水嗎 別的不會教嗎 你就至少教這個吧 好 最後 不是最後 我們下面一個我們講到 刺激他的獨立 這個獨立啊 是需要刺激的 OK 他不會說 就是你教他就會獨立 或是他就會自己會獨立 不是 你要慢慢的刺激他 讓他能夠獨立 什麼叫獨立 就是他能夠靠他自己站起來 還不只靠著一個人 好 所以呢 怎麼樣刺激他獨立 只要是他能做的事 就讓他自己來做 你這個要有耐性 就是說他甚至做不好 又做得又慢 又做得不好 那要是我來幫他做又快又好 省時間多了 省事多了 方便多了 可是為了要刺激他的獨立 我讓他做他能做的事情 OK 我們怎麼樣讓他開始 小孩子慢慢長大 我們開始慢慢讓他先從怎麼做決定開始 讓他能夠自己為自己做決定 那決定來開始 很簡單 你今天想吃炒蛋還是想吃荷包蛋呢 就這麼簡單的 可是他開始有選擇 他開始會思想 他可以做一個選擇 OK 然後呢 很多事情我們可以說 你會的 這個你會的 就你對他的信心 是給他一個 他的信心 OK 然後我們出去了 或回來了 他自己倒了一杯水喝 或是怎麼樣 哇你好棒喔 你會自己照顧自己了 OK 好 然後像他 你會自己穿衣服了 好 這些東西我們都可以跟他講 好 有的時候呢 他弄不好 他很frustrated 很那個 很怎麼講 frustrated是叫什麼 很有挫折感 很有挫折感 好 我就說 來來來 你看我怎麼做 你跟著我一起做 我知道你一定會 好 然後有的時候我們就 一個新的事情 他從來沒有做過 可是我想他大概可以做了 說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試試看 你自己 把這個 serial 拿到桌上去 OK 好 這個就是刺激他的獨立性 好 好 那在下面呢 我們幫他感受到 跟人家合作的樂趣 那這個東西是 他需要的一個歸屬感 所以我們就幫他 然後 我們常常就說 欸 來我們一起來 做些什麼什麼事情 我們一起來 OK 好 有的時候我就問他說 欸 要不要幫你一起來整理房間啊 或是要不要幫你一起來 佈置房間啊 給他一些意見 或者 你要不要幫我做餅乾 你要不要幫我做蛋糕 OK 邀請他做這些事情 好 然後什麼做什麼事情 欸 你要不要一起來 就都邀他 都邀他一起來 所以呢他有一些這些 跟人家一起合作這些 他慢慢 因為輕鬆的事情 慢慢 你一喜歡的話 他會享受那些樂趣 好 好 最後孩子大了 孩子大一些了 好 我們要給他寫 寫信 寫鼓勵的信 OK 這些都是我們隨時記得交水 有些我們孩子有些已經上了 出去了 上大學了 或是怎麼樣 好 不在家了 我們要給他寫鼓勵的信 好 然後 我們寫是寫什麼呢 我們寫 我們看到他進步的地方 看到他獨立的地方 看到他自己負自己責任的地方 看他自己能的地方 譬如說照顧自己啦 譬如說管自己的學業 沒有人在盯他了 沒有人在看他功課了 他這些等等 好 然後 或者是說 OK 我們不管講他講什麼東西 鼓勵他 講他好的地方 進步的地方 跟我們剛剛講的一樣 一定要很specific 就是說很確實 好 然後 不誇張 OK 我們不要寫一些他根本就沒有的 他沒有做到或是更沒有進步的地方 這個東西我們就不要寫 OK 就不要去那個 我們真的要寫實情 有時候 想了半天只有一樣 因為他實在是不怎麼好 那就寫那一樣就夠了 OK 然後呢 我們要寫給他 我們有的時候就是記得 如果他的行為你看到什麼幫了別人的 我們要告訴他 我們看他的行為 在什麼地方幫了人家 好 好 那我們大致上 跟孩子的溝通 我今天就是強調一個 我們在 我們跟他平常隨時的接觸上 真的就是隨時記得我們要建立這個孩子 好 要鼓勵他 鼓勵他 鼓勵的東西真的對孩子來說真的是 他心靈成長的一個 最好的一個 你知道嗎 我們說是水嗎 最好最需要的一個東西 好 我們有沒有什麼意見 絕對不好 不能過度 但是一定要很specific 就是像從小我就問他說 都會大家表達意見 他從小就沒有意見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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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他是什麼 每人問他 然後他就 然後就從小他就 就很有意見 很有意見 太好了 他就覺得說他這一次 他就很會表達他的意見 嗯哼 很好 哇 這個太貴了 然後你不要把他 他都有意見 你知道嗎 就是說他 太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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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 你說他會不會過度是不是 可是也是真的 他真的很有眼光 他審美觀比我好 嗯哼哼 你有沒有告訴他 嗯哼哼 他說 配這樣很棒 他就一直標準 他說這樣子的一看 後來我看有說真的 他叫做比較好 所以我也沒辦法 嗯哼 你有沒有跟他講 蛤 你有沒有跟他講 太好了 可是越誇張他這樣 越有意見啊 他 有主見 跟你唱反調的意見 是兩回事 一個小孩有主見是好的 可是他是跟你唱反調的那個 那個有很多意見 就是不聽你的 在跟你爭拋耳 在那個時候 那個是我們 然後會問到有一個是 某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不知道 很難說這個是意見還是主見 OK 好 我就是怕說變 現在變好像會 對 對 你就說譬如說在審美觀上 他可能真的有主見是沒有錯 可是放在某個某些事情的時候 他就以為他就是他的意見 嗯 因為他就造化會 會沒辦法分辨他的我 可以做意見 嗯 那他是他的意見啊 蛤 因為他這個年紀的時候 這個還是他的意見啊 他並沒有那麼複雜到說 不過如果他在真power的時候 有時候他會overpower you 他要試著來控制你 那所以呢 你不會分辨的話 你有一個東西 有一個東西是一個指標 那個叫尊重 他尊不尊重你 你可以看得出來 OK 如果你覺得不被尊重的時候 你就開始要跟他講了 你說 我知道你這個 你想得很好 或是你有很好的意見 可是我感覺上就是說 你知道 媽媽好像你不夠尊重媽媽 OK 因為我也有我的看法 我有我的想法 好 那我聽你的 那我也希望說 你也一樣可以聽我 聽聽我的 OK 所以在這個中 有的孩子是真的是比較 就是比較聰明 或者比較這個有主見 或者而且我相信你教得很好 你給他很多自由 讓他自己做 很早就開始自己做選擇 OK 那所以這個 這個東西有的時候呢 會孩子會覺得 他不知道 我就說又把他放了十樓頂 他不知道欄杆在哪裡了 他到底有多少的power 不知道 所以他試著要控制你 如果這種情況發生的時候呢 我們這個 我們的分辨方法就是尊重 他有沒有尊重你 就是說 對父母的那個態度上面 有沒有 還是就是一副 我是老闆了 那個樣子 那個就不對了 那個就 你說的過度 OK 那個中國父母很怕孩子 太驕傲 所以要好像叫他 鴨鴨 對 所以你有說鼓勵的話 跟那個驕傲的中間 有沒有什麼 就是說鼓勵太多 會不會讓他變得太驕傲 誇張性的鼓勵會 誇張性的 誇張性的 不實際的鼓勵 對 對 對 如果很實際的 那你是根本就是一種欣賞 OK 那他也知道很實際 這個是很那個 所以他能夠很能夠接受 不會過度 那他最重要他覺得很被愛很被接納 OK 對不起 老師你剛剛講的很多種這種 這種可能的方法 可是我自己的理由 是不是覺得說 有些是適合這種方法 適合 因為你的 所以用的方法 就真的不一樣 都可以用 事實上因為我這個就是從 我舉一些例子 有的可以跟很小孩小孩講 一樣 就原則上是一樣 都可以用 可是看你怎麼個講法 我是說我們中國人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不大會跟小小孩講話 我們跟小小孩都是大道理 所以講不出來 覺得這種東西小孩聽不懂 所以只能大一點小孩 NO 都可以 都可以用 好 就是想問一下 是不是如果說小朋友 他本身先聽有一些疾病方面的話 有些狀況就不是那麼的適用 對 對 郭東兒 因為像我的 絕對是 郭東兒 要小心 郭東兒 郭東兒完全沒有 就說不是完全沒有 就是很難有那個自我控制的能力 OK 那他一高興起來 他根本沒辦法控制的 真的就是 郭東兒 然後那個 你不能 就是說不能夠讓他太興奮 太 郭東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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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有時間 郭東兒 郭東兒有標準的 郭東兒有標準的 還能稱他過分 你不能說你在家裡看他過分 他有標準的 他有標準的 他在同時兩個地方以上 不同的setting 就是說 學校啦 家裡啦 或者是說 教會啦 就是有兩個不同的地方 然後他中間有很多很多 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這些細節 那你至少要合多少個以上 你才能夠說 他有過動的現象 那其實我在看他那個診斷書裡面 我說每個小孩不都是這樣嗎 我覺得診斷書 我覺得看得很不清楚 我覺得每個小孩都是這樣啊 差不多啊 在你看什麼年齡 這樣 我剛剛可能有沒有 很正式的那個問題 就是說 譬如啦 現在這個時候 前幾個禮拜 有時候 早上有時候感覺很冷 可是有時候到中午都很熱 所以那學校呢 有一半的人上長褲 有一半的人上長褲 然後我們中文就覺得說 啊哈哈哈哈的 人家上長褲 他就覺得說 大部分同學還能上長褲啊 就是像這種問題 沒有什麼一定對一定不對的問題 然後他又從小 他就是一直自由很有主見 但是我要在那邊做 沒有意見的 那這種事情就 就像這樣 沒有對錯的時候 這怎麼辦 OK 也像 如果你 我們剛剛學了 我們剛剛 用我們剛剛學的東西 我們來考慮 OK 那個 如果沒有邏輯性的那個後果 會是怎麼樣 如果 就是說我們不用 你說覺得 冷 要穿長褲 他覺得 我喜歡穿短褲 OK 所以結果會是怎麼樣 你堅持要他穿長褲 他堅持自己要穿短褲 結果會是怎麼樣 是一個 那會是一個power struggle 對不對 OK 那好 如果是power struggle 那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要全力 那個是翻譯成要全力 要全力的話 我們有什麼樣的做法 這是第一個 我們可以考量的 第二個我們可以考量的 就是說 OK 如果我們用 如果我們用 用那個 邏輯 自然邏輯 什麼東西 那個管教方式的話 應該怎麼做 讓他穿 讓他穿 他是要穿的 但是告訴他 如果你穿短褲 可是天氣冷冷 你可能會感冒 那你要生病病嗎 如果不要生病病 就是媽媽的穿長褲 如果你堅持要穿短褲 媽媽沒有意見 我給你戴一條長褲在學校 你後悔了 你請老師幫你穿長褲 OK 這樣很好 但是不要用後悔那兩隻 OK 可是如果你覺得 你真的感覺到很冷了 你怕你阿咻了 那你就趕快穿長褲 OK 好 這一個方式 剛才老師 我們在講武藝 好像很多孩子 如果我同一大的孩子 他們在天上就好像很久 可是我就是挺好的 你服務我 對啊 你說我不好的人好 OK 因為這個東西 很多人是這樣 是嗎 OK 那這個 這個東西 因為每個人 每個人的例子不同 好 那有的時候我是覺得 這背後有原因 那就像那個孩子 就是 比方說我現在看到孩子 媽媽每天說 你啊 你是最棒的 你是乖寶寶 這樣問過小朋友 他聽說 就是有空 你不覺得我 會 可是是很空 很虛的 就是浮在半空中的 這種小孩不能受挫折 有挫折他一摔 他可能再起不來了 對 我有看到像大人 以前成年人 那樣 對 怎麼避免這種情勢 你 就我們剛剛講的 你要是鼓勵他 你是 be very specific 就是說一定 有實際的東西 鼓勵實際的層面 不要誇張 一定 就是已經是那樣了 就是挺漂浮的 不大不大了 就覺得 我也突然 是啊 那這個 這個 那這個就要長期的那個了 因為有的時候就是說 要不要有批評他 就是把你剛才講的那些 都倒過來 細細的看他走 你想他會不會聽你的 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 沒有效果的事情 其實做起來就是白費力氣嘛 沒有用 有 有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就要等我們所謂的 自然律來調整 我覺得神就是會這樣做 神常常就是給我們一個人這樣 我們就說 我們可以替他禱告 為什麼 因為神會有這種自然律領導他 所以他會降悲 在美國就是這樣子 你即使做得很爛爛 你做得很爛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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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我們都還是這樣講 我做得很爛爛 OK 好 還有問題嗎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問題 實在的例子 譬如說小文成小 假如說你給他很多的自由 譬如說你選一件衣服 你要帶他去買 讓他很高年色 這樣 可是你那件衣服 譬如說不是在營銷 那東西要怎麼賣你 那件衣服 那件衣服真的是很醜 很貴 這時候你是不是可以 還是振動他的自由 你還是你要給他合十位 那你假如他還比較大 你可以跟他講緣 你說這件衣服 現在剛好不是什麼什麼 譬如說他怎麼講 你好為了靠近 又貴又難看 但是你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會給孩子很多的自由的話 有時候在聖經講的那種順服 有時候要求他們在某一方面要聽 爸爸媽媽的一個authority 就是權力 要讓他們順服 所以在講到很多鼓勵的時候 我比較在這種 不是一種比較在道德上面 不是一種很大的那種對錯的時候 我會覺得孩子比較低伏一些 OK OK 我就說這個方面有很多方面的 很多個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 如果說 就是說我一直要求 大部分時候我要要求孩子聽父母的話 有時候會不小心就落到 屬於那個權威式的裡面去了 OK 那所以這個可以怎麼做 有時候我們就說 我就說我們proact instead of free act 那如果他要去買衣服 我其實我建議大家就是說 從很小就給他養成有那個金錢的那個觀念 那譬如說他10歲開始吧 應該可以了 10歲開始應該可以了 那或者是更小一點就可以了 我們怎麼養呢 我們就是說OK 給他幾個信封套上面寫好或者用畫的 這是買衣服的錢 這是買這個買書的錢 這是買玩具的錢 這是出去玩的錢 那就給他 我們就告訴他 小的時候就時間短一點 一個月就放10塊錢或是5塊錢放進去 那不是用零用錢 就是用這種方式 OK 花完就沒有 要等到下一次再有的時候 所以你自己 他開始自己會budget 然後如果說 他要買一個很貴的衣服 可以啊 那可是你要等到你自己錢夠了 我不會 錢放在這邊 我不會從皮包再掏給你 OK 所以你積夠了這個錢 你再去買這個東西 那或者說你把其他的省了 你買這個可以 所以他慢慢 他開始有這個 因為為什麼 我們給他們太豐富了 他們從來不需要考慮錢 你要什麼你就給他什麼 所以他不需要考慮錢的結果 當然就是他就是要嘛 OK 所以這個有時候 是從我們這邊開始 我們要考慮 我們什麼地方可以改 好 那如果我從來就是這樣說 或者我事情跟他講 如果我沒有 沒有 從小沒有給他這種 這種 自己會budget錢的這種東西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說 我說好 你要去買衣服 那你今天是要買哪 你要買衣服的話 OK 我們今天只能花到這麼多錢 然後再買衣服 我可以接你 今晚點 那麽 這麽 我看我 你做了 就不會 你這樣 對